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2月的時候 中央政府下了一道命令 要求地方政府按照各自的形勢 採取相應的措施 盡快恢復經濟活動和社會秩序 協助企業盡快復工復產 當然顯示得出 中央都非常急於復工聘經濟 以免長時間的經濟活動停擺 會造成衰退的現象 目前各省的復工率已經達到八成以上 每一家企業都排除萬難 找工人回來買班開工 想著可以重新投產 一切回復正常 雨過天青 那真是上得尾 當他們開工之際 就刻然發現 大部分來自歐美買家的訂單 都是遭到大規模地取消 現在他們面臨著一個所謂訂單方 這個問題在輕工業和消費品的製造業尤其嚴重 目前處於全球大流行的非常時期 有多個西方國家都已經實施禁足令 市民根本沒有辦法出門 而商店絕大部分都是關門 例如英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美國一些州份 都是採取禁足令 使得其實很多國家的內部需求 都是大幅下跌的 那你有什麼辦法 那些訂單不取消才行 那些廠家為求自救 只好各司各法 有些廠家都不知道這個非常時期會維持多久 與其一直蝕錢 不如引刀成一塊宣布結業算數 索性腸痛不如短痛 另外有些廠家決定繼續糾言殘喘下去 熬得多久就多久 這類企業主要是採取三項折留措施 第一是先解僱部分工人 使得那家企業的工資成本下降 第二剩下的那些工人 就叫他們放兩三個月大價 等到歐美的訂單回流 才再請你 其實就變相叫停薪留職 這又可以舒緩那家企業的財困 第三就是就算有公開的工人 全部一律都要降薪了 要節省成本了 到底這個情況是可以熬得多久呢? 若然歐美的訂單 三個月四個月甚至半年都不回來的時候 這些廠家照樣是有機會倒閉的 到其時更加不排除會出現這個企業的倒閉潮 中央政府的如意算盤 真的注定打不響了 他們想著淡化那個情況 令那些工人放心地去回城市復工 只不過現在就算復工也沒有用 根本上沒有需求 你有供應也沒有用 有人下單才行 這很取決於 到底全球的防控工作是做得怎樣 在昨天 連印度政府都宣布了要全民禁足21日 可想而知 根本上全球的情況都是非常嚴峻的 萬一那些訂單在兩三個月甚至半年之後 都還未到位的話 那些企業就慘了 就算捱得住不倒閉也好 他們的經營規模一定會大規模削減 大量的工人將會面臨著失業的困境 這個將會為中國帶來一個非常不穩定的因素 到底中國會不會出現大蕭條呢? 目前來說都不能夠完全排除這個可能性 至於美國方面又如何呢? 美國總統特朗普也是非常焦急 他當然要為經濟活動來焦急 至於背後的原因是非常簡單 今年適逢總統大選年 在九月份已經要投票 特朗普又要競逐連任 現在三月搞談這樣的事情出來 相距的選舉半年都不夠 他當然急得像熱窩上的螞蟻一樣 今天早上特朗普在Twitter上發表了一條鐵文 這條鐵文正好反映到他現時的心情 那條鐵文是這樣寫的 他說我們人民需要恢復工作 他們會繼續採取維持社交距離等等措施 而長者亦會受到保護和關愛 我們可以將兩件事同時來進行 治療的方案不能被問題本身帶來更壞影響 國會一定要立即採取行動 我們需要堅強地回來 We will come back strong 特朗普非常有決心 要在短時間內恢復經濟活動 他接受福士電視台訪問時提到 美國要盡快回復正常 希望可以趕及在復活節前全面復工 他不滿透過停擺國家經濟 以換取防控工作進行 他亦計劃在未來幾個星期 放寬部分影響企業的措施 舒緩這些企業的財困 至於當地衛生專家 大部分人其實都不同意特朗普的看法 因為他們一致都認為 人命絕對比經濟活動來得更重要 至於特朗普 當地民眾對他的滿意度是怎樣 根據最新的蓋洛普民調顯示 特朗普的施政滿意度 就從上星期的低位4乘4 升了5% 到今星期的4乘9 至於有多少美國人 滿意特朗普的防控工作 總共有六成人 其實不單止是蓋洛普的民調 路透社都做過相同的民調 顯示的結果出來都是大同小異 可以看到 其實社會上對於特朗普的採取措施 都是沒有太大意義 至於特朗普在他推特的帖文當中提到 說美國國會是時候要做些事情 那他們到底在做什麼呢 原來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的成員 都在設法解決最後的分歧 希望最終可以給規模達到 1萬6千億美元的經濟紓困規劃 是可以順利過關的 到底這個分歧之處在於哪裡呢 原來就包括向美國大型公司提供直接金錢援助 對待有什麼條件呢 如何監察這些資金的去向呢 對醫院、州政府和失業者所提供的援助 要去到哪個程度呢 他們還在談這些事情 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提到幾個重點 在這個紓困措施當中 首先就是 美國當局會為醫療系統大幅增加資源 第二 美國政府將會承諾為所有被遣散的員工 支付四個月的薪金 第三 那些被迫放沒有薪假的員工 亦可以保留得到他們的醫療福利 主要就是有這幾項的措施 我相信 當這份總值1.2兆美元 即是1萬2千億美元的經濟紓困計劃 在美國國會通過以後 其實特朗普總統的連任大計 都可以說是坐定粒陸 因為他面對的主要對手 其實就是民主黨的拜登 民主黨目前還在進行總統選舉的初選 其實只剩下兩個主要候選人 包括拜登和桑德斯 桑德斯目前還不肯認輸 但是他拿到的黨代表票 其實就落後了拜登很多 相信他都會輸 換言之 特朗普只要能夠擊敗拜登 正優勝的話 他就能夠連任得到 大家看看最近美國的幾個民調 都顯示得出 其實今個禮拜 特朗普的民望 比上個禮拜 是有反彈的 即是普遍的美國人都認為 他所採取的防控工作 他的防控措施是有效的 好了 所以特朗普現在又開始急了 就要聘經濟了 我相信他的思維是這麼想的 反正這個個案數字 都是無可避免地要飆升的 不如盡快去恢復經濟活動 盡快去投入生產 不用令經濟受到進一步的重創 但是特朗普必須要顧慮到一件事就是 如果突然之間有一個轉捩點 比如說在同一時間 忽然之間有很多人的情況惡化 或者是出現了變種 到時就真是拿手不成勢了 好了 我們又說回本地的情況 其實有很多歐西文明的國家 都已經採取了禁足令 都已經是將社會全面停擺 令到有兩三個星期的時間 大家靜下來 要發作的人就先發作了 不會再進一步有交叉感染的情況出現 但是你這個林鄭 只是針對酒吧 說叫他不准賣酒 你有沒有其他進一步的措施 你不能夠靠民間去做 你靠民間去做 那個力量是非常之有限 有些人選擇不做生意 有些人選擇不做晚市 但是這些全部都是杯水車身的行為 你一定要怎樣呢 要全民去做 要全民去做 一定要由特區政府來發動才行 你不去強制所有人停擺的話 當然有些人會繼續做生意 你不去做生意 當然有些人會這樣想 你特區政府一天不去把整個社會停擺的時候 萬一到有一天真的爆到狠狠聲 你不停不行了 到底你要拖拖拉拉拖到什麼時候呢 到其時全球其他國家都已經停完 他們就開始恢復頭產 開始恢復經濟 如果我們到其時才去停的話 那就蚊睡吧 我們的經濟什麼時候才能復甦呢 到底你有沒有想過這些事情呢 林鄭 只是想著 現在盡量當沒事發生就好了 天天在祈禱 拜神 求神拜佛 希望香港不要出現爆發的情況 安然度過 你只是這樣想 如果你是採取這種無為而至的方式的話 那不用管要你這個行政長官嗎 炒了他 空置了他 每年節省很多錢 三私十二局也炒了他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